观众朋友 欢迎您准时收看娱乐漫谈 在我们今天的演播室里面 有两位嘉宾 第一位是范宇集团的创办人 大家长 Philip Hu Philip你好 Lily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旁边坐的是Cindy Liu 是你们公司的NewJoy 请你来介绍她 是 我们范宇一直在想要做好一战式的服务 那一战式服务里面 除了Life Insurance Annuity外 我们的投资 我们Provening Casualty 最重要的贷款这一块 尤其北加州绝对是贷款的重振 好 因为这个需求很高 那我们本来一直 我们在Commercial Lending做的挺好的 因为我们也是很好的Commercial Broker Loneling Broker 我们的私人借贷也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还有我们的Stated Income Program 也不是也还OK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做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Mortgage Program 尤其在北加州的这个兵马必争之地 所以我认识Sindy一段时间了 刚好他有机会要换跑步道的时候 那我赶快把他抓了过来了 我说Sindy 你真的可以成为北加州一个很大的帮手 因为我觉得有你在北加州 以你各方面的经验来讲说 能够帮我帮我整个北加州 甚至我整个Mortgage Department 都能够做一个很大的改变的话 我相信我们在北加州一站式服务 尤其在Lending方面 我们会做的越来越好 越来越适合大家的需要 所以呢 这个也就是机会呢 我们现在郑重向大家来推荐 来介绍大家的老朋友Sindy 是Sindy你好 Sindy您在贷款业其实已经很久了 经验非常非常的丰富 那在Join范宇之后 您对自己在Lending这方面 有什么目标有什么看法 周伦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很高兴又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了 那么我们当初呢 可以Join范集团 也是觉得说大家的理念非常相同 所以就是很多事情都是一拍即合 那我也看到了 其实范宇集团呢 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 那他们的架构已经非常的好 有这么多的agent 有这么好的support 那只是缺少一些专业性的知识 和一些最基础的setting 那我想我Join范集团 只能是让这个范宇集团 发展的更好 让这个Mortgage Department 可以有更全面的服务大家 好的 那么就直接的来告诉我们观众朋友 消费朋友 有贷款需要的朋友 您可以offer哪一些program呢 其实基本上现在市面上有的program 我们都已经完全都已经ready 和大家to shopping around 比如说您最喜欢的这种jumbo的arm 然后30年固定啊 基本上我们现在都是拿到非常competitive的rate 还有我们也有FHA和VA 尤其是FHA 我们是特意的去申请了几家最好的FHA program 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的朋友 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也可以来找我们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是希望说有更多的agent 能够来加入我们 就是能够使用好这个平台 让我们的这个Mortgage Department能够发展更大 好Cindy我事实上我自己听说啊 现在有一些retail bank 他们压这个case的情况非常多 因为他们的这个铺里面的钱都已经很有限 都用完了 有的时候呢一个贷款都要甚至拖到三到四个月 或者是呢有一些消费者 他们兴致勃勃的跑到retail bank去申请 都说everything looks ok 结果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一个多月啊 才发觉说你这个不行 你这个condition不够 结果他们又被败信而归 急急忙忙的不知道找谁还好 那这方面的你们是不是有事先想到 已经事先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给一些条件方面啦 可以比retail bank要流畅的多的program 其实呢我们最主要的advantage 就是我们有multiple program 那除了说A paper以外 我们也有state income 没有private lending 所以说无论您的条件是怎么样 当我们review了以后 我们就会知道说你到底适合走哪一个channel 然后我们的correspondent也已经open三年了 所以呢就是说in-house lending这边也是非常strong的 那只是说我来加入呢 只是把我们的program变得更加competitive ok那我第一个问题所提到的如果在retail bank要两三个月才能够完成的 你们通常从开始到funding有没有一个expectation 多短就可以做好 其实现在的话呢如果说purchase来讲25天到30天应该还是可以close的refinance可能稍微久一点点 但是如果说你的情况非常好 然后我们现在有很大的机会可以拿到appraisal wave 比如说你的这个long amount是在high balance以下 就是70多万以下 然后那个value的话呢又是在100万以下的情况下 大多数我们都可以拿到appraisal wave 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shorten这个process 如果说appraisal wave了以后当然是省钱啦 可是你们如何要守住自己的risk management 那个其实是lender的它的一个auto underwriting 因为呢它等于是可能在过去的两三年当中有做过refinance 它的value已经是被以value给的 对已经是被肯定的 而且其实这个有好处 其实因为现在呢房价是有一点点下跌 那有一些呢就是正好是在那个bottom line的时候 然后它的value正好能够被银行接受 你不需要再重新做value 那有的时候那个loan to value 正好是差的那一点点的时候是很有帮助的 哇very detail 好Philip如何在以一个范语集团的大家长的角度 达到替每一位贷款的朋友们都能够做到客制化的服务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讲的说你刚刚讲的时间性 我们刚刚讲还有私人借贷的话 private lending的话 我们可以10天到两个礼拜放顶了 我们因为只要看pricial report 跟titutal insurance 其他都不看了 所以这样的话可以更省时间 所以我们最大的好处就是替客户量身打造 因为我们program很多 还有我还在讲 文美希望更多 跟我们理念相同的经纪人 跟我们来的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的概念就是说 在一个roof下我可以提供客人 不光是除了他们很多房地产经纪人以后 我们还可以提供贷款 还可以提供保险甚至投资 我们都可以在一个地方都走完 所以我们很希望 有大家这样的理念的人 一起来参加我们 除了在我们各个地方 提供他很好的服务以外 最重要在mortgage有了sindy的加入以后 我对mortgage program是更有信心 更有把握 我们除了北加州南北加州以外 我们很快会做到全国性了 太好了 那有了sindy的加入 我真诚的祝愿 范语局团的贷款的部门 做的蒸蒸日上 祝福你们成功 谢谢 好的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第一段的访谈到此结束 近一段工商资讯还有两段 非常精彩的访谈 千万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